澳洲知名的格里贝斯大学 邀请慈激医疗团队参与国际会议 讨论永续发展环境友善医院等主题 中共有8个国家地区 30多位研究人员分享经验 这就是大龄慈激医院的环保精神 台湾慈激医疗团队 受邀参与国际研讨会 分享医院实施垃圾减量 资源分类的成效 有助保护环境促进健康 各个方面我们都相当的重视 包括说从一开始如何节能减碳 如何水的回收 如何在绿色采购 如何在比方说食物饮食 用素食能够减少碳足迹的发生 由于澳洲学术会议多半习惯使用 抛弃式杯子 对一天要喝上几杯咖啡 茶水的人来说 一天会议要用掉好几个杯子 布里斯本的瓷青主动送环保杯 给每位与会者减少制造垃圾的机会 吃素也能减少碳足迹 志工烹煮素食 让与会者赞不绝口 会议以发展环境有限意愿为主题 瓷青人现场示范 像来自尼泊尔 印尼 越南等八个国家地区的研究人员 做了很棒的一次环保外交 大约新闻 芦威城 陈玉军 澳洲报导 大约新闻